欢迎收看每周360,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like,share,subscribe,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Toyota全新的2.0L涡轮引擎可爆发597HP超越AMG M139的引擎 根据Cars Group的最新报导 Toyota正在开发新一代代号为TZ的全新2.0升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款引擎的性能有望超越一些出名的性能引擎 包括传奇的2GSZ引擎还有目前市场上的最强四缸涡轮增压引擎之一M139 这个开发标记着Toyota向高性能引擎领域卖出了令人瞩目的一步 这款全新的2.0L涡轮引擎在输出功率上达到了惊人的597HP 成为目前市场上最强的四缸涡轮引擎之一 这个数据不仅超越了Mercedes AMG M139引擎的469HP 还将其功率提升了128HP 直接刷新了量产四缸引擎的输出记录 这款TZ系列的引擎能够实现如此高的功率输出呢 得益于Toyota在涡轮增压和发动机技术方面的持续创新 Toyota工程师们在这款引擎中采用了许多顶端的技术 比如双涡轮增压系统和全新的燃油脂喷系统 大幅度提升了空气和燃油的混合效率 此外这款引擎也使用了轻量化材料 以减少内部摩擦和整体重量 从而提升高性能并优化燃油经济性 其散热系统经过优化设计 确保在长时间高功率运行时 依然能保持引擎的稳定温度 这也是高性能引擎的一大关键挑战 同时与现今的AMG M139引擎相比 Toyota的新引擎不仅在最大输出功率上 有显着的优势 而且有望在油耗与排放控制方面 表现得更加优异 AMG M139引擎一直被认为是 豪华紧凑型车领域性能的巅峰 但随着Toyota这款引擎的推出 市场上将引来一场激烈的竞争 尽管这款2.0L涡轮引擎的动力表现令人兴奋 但Toyota并没有忽略环保的问题 据报道 Toyota的工程团队在开发这款引擎的时候 专注于在不牺牲动力的前提下 确保其能够符合严格的这个全球排放标准 这不仅意味着它可以应用于高性能跑车 未来也有可能在较为常见的车型中补给 为更多驾驶者带来卓越的动力体验 此外 这款引擎的问世将使Toyota在性能车领域 和其他豪华品牌展开之界的竞争 特别是Mercedes AMG和BMWM部门的较量 它的表现可能会成为影响未来高性能车市场格局的重要因素 第二则新闻 传闻Proton Saga将推出仙背版 对标Peruto Asia Trotter在最近绘制了关于这款车的渲染图 那么你觉得原创真的会推出Saga的仙背版本 和Asia进行正面的斗争吗 从Trotter的这个设计图中可以看出 这款Saga仙背版在延续Saga三项车的经典元素同时 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设计语言 Proton Saga仙背版被视为直接对标Proton Asia 这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小型车之一 Asia凭借着其小巧的车身 经济的油耗和清明的价格赢得了大批用户的青睐 相比之下 Saga一直以来定位于价格实惠而且功能齐全的入门级轿车 如果推出仙背版 势必将进一步拖宽其目标用户群体 虽然Asia是一款传统的仙背小型车 但Proton Saga仙背版可能会凭借着其大车身和实用的空间赢得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在俗物空间和乘坐舒适性方面 Saga仙背版或许能够比Asia更具竞争力 在实用性方面 仙背版车型的后备箱开口更大 这一点对于那些有家庭的消费者或是需要日常使用车辆搬运物品的人群来说尤其重要 仙背式设计可以通过导放后座椅进一步增加载务的空间 增加了车辆的灵活性 虽然目前关于线背版Saga的动力系统还没有明确的消息 但可以推测 这款新车型很可能会延续现在的Saga的动力配置 为了和Asia进行更有力的竞争 Proton也可能考虑推出更为节能的版本 或者增加一些科技配置 如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和车载娱乐系统 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Proton可能会继续其传统的清明价格策略 使这款先背版Saga成为年轻人和首次购车者的理想选择 与Asia的竞争将不仅仅停留在价格上 Proton还需要在车辆配置 设计和实用性方面进一步提升 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尽管目前这一车型的推出仍处于传闻阶段 但如果Proton确实决定将Saga先背版推向市场 它将成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市场份额 并成为与Proton Asia一较高下的有力竞争者 我们将拭目以待这款车型的进一步发展 并期待它为马来西亚的市场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三则新闻 BMW 520i M Sport大马实拍 2.0L涡轮引擎加48W轻混 售价349,800令吉 与标准版的520i相比 M Sport的版不仅在外观上更加动感 同时也在配置上和细节上做出了更多项的升级 使其更具吸引力 520i M Sport的车身尺寸为5060mm长 1900mm宽和1515mm高 轴距则为2995mm 宽敞的车内空间搭配其运动化的设计 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悬挂系统上的升级 M Sport版的车身套件使其外观更加侵略性 而悬挂的调整则提升了操控的精准度 为驾驶者提供了更加运动的驾驶体验 BMW 520i M Sport以其动感的外观 强劲的动力以及豪华的配置 为马来西亚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驾驶乐趣和豪华配置的完美结合 这款车型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第四则新闻 Toyota Heria年尾将退出小改款车型 外观设计偏向于Crown Sport 纯电续航可以高达100km 这一款不仅在外观上更具现代感和动感 同时也在性能方面进行了显着的升级 小改款的Heria在设计上将采用更加锐利的线条 前脸部分就用了Crown Sport的设计严肃 前大灯组经过重新的设计 线条更加细长 搭配全新造型的进气格栅 使整辆车看上去更加具有攻击性 前保险缸的测系更加低调 却不失力量感 运动风格的定位明显提升 车侧的轮廓线条更加流畅 车顶线条略微向后倾斜 带有明显的溜背风格 进一步提升了整辆车的空气动力学的表现 车尾部分 新款Heria采用了更精致的尾灯设计 尾灯组由一条贯穿式的LED灯带连接 整体造型时尚感十足 同时强化了车辆的视觉宽度 提升了豪华感 内饰方面新的Heria预计将延续 电动调节和加热通风功能 为乘客提供更高的舒适度 安全配置方面 小改款Heria预计将搭载升级版的 Toyota Safety Sense系统 该系统包括了一系列主动安全功能 车道保持辅助 自动远近光调节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等 此外 新款Heria还会配置360全景摄像 自动拍摄辅助 满点侦测系统等高级配置 让驾驶变得更加轻松和安全 可以预见 改款的Heria在安全性和驾驶辅助技术方面 达到同级别的SUV中领先的水准 这款小改款的Heria将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特别是对于追求高性能 低能耗 以及豪华设计的消费者而言 Heria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选择 第五则新闻 79岁日雪阿嬷每天开Mazda RX-7买菜和购物 这位79岁的阿嬷驾驶着Mazda RX-7 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 旅行她生活中频繁的资质 买菜和购物 她的故事不仅展现了Mazda RX-7这款经典跑车的坚固耐用 更反映出人与车之间的那份深厚的感情连接 这位阿嬷的RX-7是一款第三代的车型 代号FD 这也是车迷心目中的巅峰之作 RX-7与其转直引擎闻名 这种引擎结构与普通的活塞引擎完全不同 以及高转速和顺畅的动力输出着称 虽然这台车已经服役多年 但从阿嬷每天驾驶她的情况来看 车辆状态仍然十分良好 这不仅说明了Mazda在制造质量上的卓越 更体现了阿嬷对爱车的精神呵护 阿嬷的这台RX-7不仅仅是一辆交通工具 它已经成为了它生活中不可阔缺的伙伴 对于许多车迷来说 RX-7不仅是追求速度和激情的象征 更代表了一种对驾驶热气纯粹的追求 阿嬷并没有像其他老年人一样 选择更舒适或者便于驾驶的车辆 而是坚持开着这辆高性能的跑车 这份日血和执着感动了无数的汽车爱好者 Mazda公司在听到这个感人的故事后 决定主动联系这位阿嬷表达了他对RX-7这段故事的尊重和佩服 据报道 Mazda希望购买这辆RX-7并将其收藏在公司车库中 以此纪念这一段美好的人车情缘 这也是Mazda对自己经典车型的一种致敬 同时也皆只像那些像阿嬷一样的汽车 充满热爱的车主表达敬意 不过这个故事的一个悬念是 阿嬷是否愿意出手这辆陪伴他多年的爱车呢 对于他来说 这辆车已经不仅仅是一辆交通工具 更像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Mazda的出价可能很高 但对于这段深厚的情感连接呢 是否能够被金钱取代呢 这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这段故事引发了车迷的热议 许多人对阿嬷的坚持和热情表示敬佩 认为他打破了年龄和汽车驾驶之间的刻板印象 展示了真正的车迷精神 同时也有不少人怀念起RX7这款经典车型 感叹的是即便停产多年 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Mazda RX7代表这一个时代 而阿嬷的故事则给了这辆车新的一个生命和意义 OK这就是今天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Automagic的IG,TikTok,小红书 我是Angus,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